油条的做法和配方 1.准备配料 做油条需要的面粉是做面点的高筋面粉 吃起来是有韧度的 奶粉增加香味 你也可以用牛奶代替 就要减少一部分的水 还需要发酵用的酵母 鸡蛋 少许糖 盐调味 2.揉面 面粉和酵母 泡打粉先混合在一起 揉面的时候会更均匀 没有多余面粉的时候 上手揉面 揉成表面光滑的时候 放在碗里包上保鲜膜 等到面团发酵变大 3.擀面 将面团拿出来之后 揉成规整的长条 保留一定的厚度 4.分条 将长形的面团中间切成小段 将两条交叠 中间用筷子压出一条痕迹 将两条面团并在一起 拿住两边将它拉长 5.油炸 锅中的油加热到7分热 放入油锅油炸 油条会马上膨胀起来 等到变色定型后 用筷子翻面 等到完全变黄之后 捞起来沥油 就能够当作早餐吃了 下期见